好美食在街头 大家好 好美食 好美食 你好阿姨 这说话的功夫呀 香香就被导演带到了一家火锅店 不过在这里 十块钱究竟能带来什么快乐呢 这看我们走音呢 这看我们走音呢 十块钱开启的快乐 第一选吗 就是那个涮牛肚啊 十块钱能尝到快乐呀 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 十块 二十块 可以啊 十块钱 二十块钱 吃上粉筋的 哦 还得两次一起来 对 哇 入味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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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辣的不辣的 啊 我说辣的不辣的 辣的不辣的 不好意思啦 我不好意思啦 没事 你给我这么多吗 没事 太多了 太多了 这牛肚就得这样吃 多吃 就得是这种 集团一起排行是吧 哇 好吃 好吃 好有味啊 我真是关于是 他们家特色锅 也是吃 吃了两三年都是这样 嗯 吃什么锅 牛油 牛油 牛油辣 牛油辣 我就觉得它特别香 入口之后味道很香 而且牛肚 比我想象中的要烂很多 就是牛肚的香味还有 口感也有 对 这牛肚本身有底味 加上这个锅子之后 对 哇 这我真能做到 一块块儿我吃一百块钱的 这十块钱这块钱 我每次来都是四十块儿 你 我自己吃四十块儿 是不是 嗯 没错 今天我们来的这家店 主打的就是 洛阳风味的涮牛肚 牛肚是十块钱一把二十串 爱吃牛肚的来这儿 绝对可以实现牛肚自由 你好 没吃牛肚吗 吃了 看签子说话 看签子说话 对 看签子 牛肚怎么样 牛肚可以啊 相当可以 比较新鲜 而且还提到新鲜了 对 新鲜 这个牛肚比较新� 牛肚比较新鲜 有那个嚼劲 比较筋道 然后呢 就是也很有味儿 对 也很有味儿 你吃的清淡了 对 我这口味可能淡一点 就是这样也还会有味儿吗 就是有啊 它这个骨汤啊 你看我又盛了一碗这个骨汤 是能喝汤吗 对 是一定要喝的 你像这豆皮也是特别好的 豆皮可能就是八块吧 牛肚是十块 八块 您看一下这豆皮 哦 那是香的 这是真的是 破真价实 特别是这个牛肚 很地老 就真的吃出来 那老郭羊的感觉 能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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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肚十块二十串 豆皮八块二十五串 这个价格是不是挺实惠的 不过您可别以为 这里只有牛肚和豆皮 大家给我们推荐的菜品可不少 这个小酥肉 还有一个那个 孩子喜欢吃虾滑 然后就有虾滑 然后这个是牛肉 藤椒牛肉 藤椒牛肉 包括这个牛肉 又一个是我配的牛肉 这个牛肉 是藤椒的那个 对 藤椒那个 然后下藤椒锅 然后这个正好搭配特别好 然后我们这个腰片 配上那个四川的小辣肠 你真好会吃 你点的鸡 都是我特别爱吃 是吧 咱俩跟我真一样 哇 你一见真人了 我以为爱人的网里头做了 来来 那我做 不 我吹哨 祝一见真人 我上高激度了 别别别 我看我这个朋友都说 你们俩反正下 还是有一些啊 我们俩一句点 你拍下来来来 来来来 我是不是做 冰冰的 还有事 像吗 像 像 好开心 好开心 我自己都会觉得像 现在回去问我爸妈 你们是在这吃了有多久了 有两年了吧 那你心里排第一位的是什么呢 这个吧 红椒牛肉 好 红椒牛肉啊 煎熬过鸡腿 小宝贝过鸡腿 今天我一定要点 你把那菜篮过那的 我剪了都滑了 就这个一定得点 对 这个味道很适 还有他家的那个沙葱羊肉也可以 我们还有羊肉 你真是吃火锅来了 沙葱羊肉 对 沙葱羊肉 对 特别好吃 牛肚呢 牛肚就特别实惠 特别便宜 必点吧 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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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儿是不是 对对对 冲着牛肚来的 开餐菜就牛肚涮上 对对对 牛肚豆腺 锅底就是牛油腊 这比较标准的吧 红椒牛肚 是吧 对对对 采访了一圈 我们发现 这里和咱们传统印象中的 洛阳涮牛肚 还真是有点区别 像宽味火锅里的特色涮菜 在这儿竟然都能吃到 其实它等于就是 蒜牛肚跟四川火锅的融合 是的 大家想吃火锅的时候 不单单是吃牛肚 比如想吃羊肉啊 橙椒牛肉啊 内牛肉啊 麻辣牛肉啊 鸭肠啊 鲜鸭血啊 全都有的 那个可以的 老板说 自己比较爱吃火锅 所以将洛阳涮牛肚 和川味火锅 做了个融合 平时川味火锅里 尝吃的涮菜 这里基本都有 锅底也有牛油 橙椒 番茄等不同口味 都是以牛肚汤打底 那我们也点上个鸳鸯锅 来上点牛肚和涮菜 尝尝味道吧 直接挤串一起 把它忽略到这个小料 然后蘸着吃 厚度也可以哦 我个人真心觉得 无论是这个骨汤的 还是这个牛油辣的 其实不蘸料的话 吃也没问题 藤椒牛肉我来了 哇 藤椒的香气 牛肉整体是嫩的 真觉得感觉很滑 但是又会有这个牛肉 本身这个纹理啊 筋膜带来的这个口感 哇不错 所以今天这个体验很有意思 它就是一个洛杨蒜牛肚和四川火锅的一个融合体 就是你在这儿都能够吃到 你想喝这个火锅汤OK没问题 你想吃蒜牛肚也可以 虾滑呀小香肠啊 腰片什么 这都是非常这个四川的这种串菜 所以说啊 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种 可以啊 可以 今天可以啊 感觉一眼望不到尽头 望不到尽头啊 见识之后可能会迷路 会更望不到尽头 更望不到尽头 那今天到处菜里 很适合很适合聚会 我是不是走迷了我应该这个位置 高点区域挺好啊挺大 这里面是那种私密的那种包夹 包夹 哦 这很有江南风格呀 电影里面 马上要开这个江湖侠市的这个会议 然后坐在这里面 半私密性的这种空间 小亭子环境的确不错 大厅在哪里啊 我没找到啊 大厅在这边 大厅在那边 大厅 是不是需要人带着我 俺家有个这么大的院 我天天请来大家吃饭 传说这个大厅 走廊式的大厅 这家餐厅 总面积差不多有2000平 设计像室内回廊 进门走过很多名当美食 就能看到环境清幽的卡座区和包间 一步一景 很有江南的压制 来好多次了 那您进来有没有迷路啊 稍微有一点 然后进来次数多了还好 因为刚开始第一次第二次来的时候 觉得里边好大呀 然后转一圈转一圈 然后里边这个环境然后很不错 我是第一次来 迷了没 迷了 你这是走到哪里迷了 我上楼就是不知道东南西 上楼你就不知道了 因为它格局其实长得有点太相似 有韵味的 挺有韵味 这会儿 就已经吃了 这会儿我说是我彰显我文化底蕴的时候 你看这个题目 爱婉婷 是不是想到我们儿时学到了一首故事 停车做爱风铃碗 但是下一句咋结呀 我就想问下一句了 哎呀我出上了你得对下的 哎呀我出上了你得对下的 菜系呢就是以江浙菜为主 大家的评价怎么样呢 有哪些值得推荐的 都挺好吃的 还可以 小黄暗语 你是看着也不小呀 你比较大的 你需要几条点几条都可以 粉嫩粉鲜可以 从口味上来说 这个五星是没问题 环境上我觉得五星也没问题 环境上五星也没问题 就是老迷路这事咱来做 对对对 一百块钱人间下马来 这个价格有点贵 价格有点贵 现价比怎么样 看看菜单就知道 冬泡肉二十八元 烤鸭小费六十八元 生煎包和四块钱一个 整体价格正常 没有偏高 在一众菜品里 我们发现了一道 不一样的 评论没听过的菜 现后碰到一个生体字 啊 这念家烧水炸啊 家烧水炸啊 馋馋西流的馋吧 家烧水馋 他就是水馋 这个是水馋 这是水馋 看着粗细其实有点像扇鱼 但是不是扇段 这是鱼 我也没想到 哎呦 哎 他其实跟我前一段有吃过一道菜 鼻涕鱼比较相似 半能叨起来 你看 很嫩感觉 就是很嫩 它的刺儿都是绵软的 绵软化骨刺儿 有点像水晶体 它的鱼肉是很嫩的 鱼肉已经没有任何的支撑作用了 它跟我们人体的肌肉表现不一样 吸溜了是什么 吸溜了果冻的感觉 它要比咱们吃的那个鲈鱼啊 黄鱼啊 它的口感要更好一点 这是我第一个见 就是吃鱼肉能吸溜一下就进来了 水馋到底是啥样呢 下锅前它长这样 全名龙头鱼 滑溜溜的被称作海中豆腐 口感像布丁一样的水馋 关键做法就是不加一滴水 水馋在南方这样这一带它叫水馋 在广东那边的话它可能叫九肚鱼 跟其他鱼不一样 下锅大概就是两到三分钟就出锅了 这么快吗 对 因为它这个鱼呢 就是含有的水分特别多 烧的时候不会加任何水 可能就加一点点花椒酒 对 如果说时间再长的话 它水一出完的话就不嫩了 肉质就会很柴 就是没有这种口感 所以说用筷子去刀它 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要半勺半块 对 对 对 江浙菜的一个代表冬坡肉是吧 咱看这个这里面陈皮味浓郁不浓郁啊 我用我的嘴衡量一下大小吧 它的宽度可以下来 它的长度可以下来 那我给你来一口 哇 它可以啊 有那个陈皮味它其实有点甘甜 冬坡肉其实也放一点厚味的甜 连着肥的带着瘦的一口吃比较过瘾 冬坡肉的块头不小 炖的嚼风乱乱 直接炫一大口也不会觉得腻 当然最搭的还是和米饭一起吃 推荐品尝 是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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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真老板 炖的 那个水肠味道还不错啊 给我们整点福利吧 可以啊 应该问老板 可以 可以 可以整点福利 这个 这样子吧 只要是报你们节目了 来了啊 就送 咱那个水肠吧 招牌菜吧 福利 放福利 对 大放福利 100份福利来了 现在拿出手机搜索 想将美食销程序 价值88元的加烧水肠免费吃 在福利卡券页面就能抢了 门口烧上两句大实话 说这个店啊 咱先评价评价 咱不说菜 咱说这个环境啊 的确是咱们说的 江南的风格 那水系也比较美 包间也比较私密啊 很适合家庭聚餐 坐在大厅 它也有半私密性的感觉 然后价格上来说 我觉得人均100差不多 就看你点啥了 你要是点点这个冬阔肉啊 小黄原什么的 这还好啊 味道是咱们说那种江浙菜系 云南菜啊 或者已经的那烤鸭什么的 也都是有的啊 正体来说家店 我觉得能给到一个四颗性啊 家庭聚餐啊 可以提前预约定一下啊 三市江南徒位的地址 就在郑州市隆海西路 与宫任路交叉口 东北角三楼 欢迎收看香港美食 我是老土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食大测评 尝尝中不中 嗯 今天有劲啊 问你个问题啊 嗯 69块钱 如果要让你吃一份羊肉 你觉得这个性价比咋样 哎 你说了一点都没错 69吃一份羊肉铁色贵了 两份了 两份的话就有性价比了 我就性价比了 三份了 一斤吗 一斤的都是一斤的 三斤69 这咱就不用说 三斤都满足了 那我要告诉你 69块钱可以今天一直吃 我现在就特别想说一句话 那就跟大家说了一样 这羊肉是佳了吧 69块钱 您信吗 69块钱随便吃啊 顺羊肉开玩笑了吧 所以咱是不是那个 那这测评测的老有劲啊 美食大测评 厂商中不中 69 69测他 现在时间是7点08分 我觉得目前这个人气里面咱看不清 但外面做的人的话 给一个7点5分的人气分是有了 但是究竟它是啥样了 咱只能去问问人了 这是真肉还是假肉 肉还是假肉 咱就开门见证 就先问你感觉 整理 整理 你怀疑过没69 给了真肉还是假肉 我经常吃酱肉 应该不会馋 不是说一吃都吃完 是什么混合肉 鸭肉了 嗯嗯嗯 高科技 不是不是 这个还是反正吃肉 没啥问题了还是 我有一个细节就是啥吧 它这个肉片是有脆骨的 你有脆骨的 因为一样合成肉 不好合这个东西 这个脆骨不好合 做假难度有点高 成本有点高 所以说不至于 不至于 不至于 从大家的评价上来看 看来我们最担心的肉质问题 应该是不存在的 那这自主火锅 会不会存在什么别的隐形消费 或者用餐限制呢 那你现在的战况是 这是 吃了 5分肉了吧 5分 第5分了 第5分了 就是但是它有这个有要求没 比如说我只能吃这个 香沙吃的 对对对 这羊脑是自出吗 对对对 这也是自出的 对 它是比较划算的 总体来说 这都不用比较划算 它是很划算 吃到目前为止 您的战况如何 吃了有多少 八盘的 八盘肉了 哇停留就刺激 为什么就得这样吃 两盘先换 就敞开了 上线吗 这不是还给这儿了 这会儿还给这儿了 还没有接受 还能继续怼 哇塞 这也挺多过瘾 我就是吃肉 我就是牛肉 羊肉 鸡肉 牛肉 羊肉 鸡肉 虾滑 然后它是69 然后肉随便吃 但是果底要讨县 然后销料讨县 然后饮料讨县 盘具一块一分 我们俩140 加锅底 然后再加上两个小料16 再加上盘具 下来就200万元 其实一个人大概吃个两斤羊肉 基本上就够饭了 吃个两斤羊肉 那差不多了 两斤羊肉要说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市场卖羊肉 差不多也在40块钱一斤了 你现在去别的地方吃涮锅 两个人也在二三百万元不最少 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到这的话应该200是内能打出这个事 您目前的战况如何 第六盘 第七盘 第六盘 第七盘 都是肉 都是肉 每盘基本上就是这种水平 要么肥牛 要么羊肉 来了我都跟我老婆说 别夹它粮子 这个也不要钱 对 这也是自助范围 凡是菜类 这个是涮了丸子应该是 是吧 其实69块钱之内选择东西还挺多 其实怎么说呢 让我自己感觉就是 人说少的话划算 人说多不划算 1080是这样算的 1080是这样算的 你想想两个人 加上锅底加上这个餐具 大部分200多块钱 200多块钱 200多块钱 咱随便烙也好 普通的火锅店也好 200多元能吃了啥 但是你人多的话 一个人划69按70 那五个人 三万五 那出生吃也差不多了 你都去牢了 咱既然选择来吃自助餐了 那就是为了肉难保 味都排外 对得起这70块钱 大哥的分析确实有道理 虽然他们家写的是69一位 但是锅底和小料是要单独收费的 所以吃下来人均得在80块钱以上 这个客单价其实也不算便宜 不过对于自助火锅来说 当然是越能吃越划算 而且他们家菜单上 锅牛羊肉等肉类就有24种 都不限量 还包含凉菜和很多素菜 所以菜品的种类还是很丰富的 那既然老板敢这么做自助 咱们必须得去后厨给大家一探究竟 最关心的那个问题就是肉咋样 咱反正也进到后厨了 先看看肉 98斤 这要一添的话 这是哪 这算是啥部位的肉 这个算是牛上脑 牛上脑 对 这一听这肉的部位还好了 这地方 对 这台机器基本上又从上升开始 到结束会一直不停了去 对 到时候烫了你可以磨一下 现在都烫了 98斤这是今天的功臣 他一直在忙活 店里也捞员工了 捞员工了 就一直在忙活 这一般后面就是主要先 有牛肉 羊肉 它有啥 搞改有班筋 其他还有部位不一样的肉 像澳洲非妞 薛华非妞 赏刀 赏刀 烟肉都有 那也是自助里面的 对都是自助里面的 这能放心随便吃 支持大家 加一胚 加一胚碗没问题 加一胚碗没问题 得嘞那还说啥 可以放开吃的自助通过转 咱们也赶紧整起来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真的我们就点了九份全部上齐了 要说从这个状态来看的话 真的很很很很过瘾 我给您说一下就这个 我刚才上的时候先摸了摸 感受了一下 它不是带冰带茬带冰茬那种啊 就是真儿八经人设 确实是现代 哎呀好快乐呀 好快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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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差不多了吧 咱也不能太过分了吧 一个人先吃 主要是对 那边先下着 这边带着您看着 这还是真儿八经很好看了 就这一大块 这是一点菜都没有 一点菜都没有 今天吃菜就如了 就不吃菜 这儿八也能出来羊肉味 没必要种奶说味 咱就种奶过阴 刚开始最担心的那几个问题 是没有的 肉质蒸酒还可以 蒸一大口 我们觉得这几样肉啊 其实可以上来先混着点 就是你点的种类都全一点 喜欢吃哪个再下哪个 但说实话 它们进到锅里一涮之后 我觉得口感的差别不是特别大 因此呢 有啥涮啥 就吃饱吃好就行了 吃完了 有话门口说 现在这个点差不多 已经是10点多钟了 但是在我身后呢 仍然它的人气是可以的 其实来这吃的都是奔成这个 69块钱自助了 算上锅底算上小料之后的话 人均差不多就是80多块钱 但是呢 身价比跟啥有关呢 跟您的味量有关 您只要能吃的话 是80块钱身价比绝对是足够的 至于我们都比较担心的肉质的问题 我觉得肉的品质来说还是可以的 这人八景是能吃出来 一样有香味的 所以我觉得这家店 如果最后测评要给分的话 可以给到8.1分的成绩 那是什么导演 那今天呢 说一个优人说了 这家店很扭很扭 有多扭 这家这家店 他缓了很多行 周围不停变化 只有他 竟然能在那儿 对 那就明说他就是 应该是有两把刷子这个点 这个刷子到底信不信 咱去看 OK 究竟是哪一把刷子 让他在这条街上屹立不倒呢 在这儿呢 先留个悬念 不过呢 放眼望去啊 人其实挺旺的 打个八分不为过 然后 我尝不尝不尝 我自己点 我自己点 也可以喝的 可以喝的 一般都吃啥 他叫那个鱼 鱼 他那个粗粮炒鸡 粗粮炒鸡 对 这两个每次来是必点 等于说要说这个店 有两把刷子 这就是什么两把刷子 是的 我们就是认准他这两个菜来的 那要能打那个满盆的话 我们就打满盆 真的 我不用去打满盆 那9点6 9点6 9点8吧 9点8吧 是不是搞错了呀 竟然是酸菜鱼和粗粮炒鸡 这也太家常了吧 市面上随处都是啊 那他凭啥在这条街上独占熬头呢 这个好办呢 咱美食大作品尝尝中不中 鱼是啥鱼啊 酸菜鱼啊或者是麻辣鱼 口感比较香甜 香甜 对对对 就我头也会听说 类似于一种中药叫白芷 这个白芷的中药 鸡狗 鸡狗那个中药那个味 高手啊 这还不是说 您说那甜味 它不是来自于糖这种 不是那种糖 对感觉是鸡狗那种那种味 我觉得应该是 您说的这个甜味 它是在汤里面 还是说在这个鱼肉里面 都有 都能提 都能提 淡淡的甜味吧 带甜味的酸菜鱼 这做法倒是挺有创意 是挺新颖的 就是不知道这个肉的口感跟味道 究竟怎么样 因为原来吃酸菜鱼的时候 我们是不喜欢喝鱼糖的 因为鱼糖有时候就跟你说 有时候是酸或者辣 这个口味相当于比较重 因为这家酸菜鱼 这个鱼糖还是比较好喝的 相当于口味是稍微淡一些 这个比较适合这个喝鱼糖 要说反正从这个长相上来看的话 它这个汤酸是比较腥的那种 您能看到吗 酸菜有成吗 来我们都不吃酸菜嘛 我吃这个酸菜鱼是比较脆 因为有些酸菜可能就是 嚼着实验比较畅 就是嚼不烂那种 这还是比较脆的 您说您来这这锅鱼 算是把你的很多担忧都给排除了 对对对对 还不喜欢喝鱼糖 来这觉得鱼糖我还能喝得了 还不想吃酸菜 没想到这酸菜吃的还行 对我给老板就说嘛 我们也沟通交流 因为这都是回头客 其实也很看重它本身的食材 平常程度 对对对 像虾的 像虾的 吃的比较劲道 因为如果要是私欲的话 可能这个味道达不到这个口感 入口即化吧 味儿重吗 味儿我吃的是刚刚好 不知道是哪种味儿 它就有点酸酸的 然后带点微甜 甜味这个我倒没留意 不是特别明显 对 时刻介绍啊 鱼都是活鱼献仔 始终保持鱼的新鲜 烹饪的方法也不复杂 先将处理好的鱼片成片 然后爆炒葱姜蒜 之后加入鱼片 酸菜还有汤 炖上几分钟就可以了 而价钱也不算贵 青江鱼跟黑鱼 都是38块钱一斤 草鱼28块钱一斤 吃完之后 还有一份免费的蒜菜送给您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至于酸菜鱼是否带有甜味儿 大家也是说法不一 看来只有到后厨一探究竟了 别呀 时刻不是说了 还有一道硬菜吗 那瞧瞧这 别磨叽了 老徒已经开始行动了 这个是粗粮炒鸡 粗粮炒鸡 对 必点菜 它现在是招牌菜 如果说粗粮的话 我现在眼睛能看见的是有这个 玉米 这是红薯吧应该是 这是藕 藕 对 这是藕 这是藕 这大份大概多少钱 大哥 48份小份 小份的 小份的48 中份68 这是小份的 对 非常可以 12两三个吃的够了 我觉得三个零吃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是的 您估摸着 这人均会到多少钱大概 今天吃完 差不多40到50之间 等于说要说这个店有两把刷子 这就是那两把刷子 是的 我们就是认准它这两个菜来的 就认准这两个菜来了 就靠这两样 反正就是在这一直屹立不倒 当时我来的就是吃这么多 您来这就吃这两样 看来他家的两把刷子 还就是酸菜鱼和粗粮炒鸡了 也是食客到店的必点菜 老板说呢 粗粮炒鸡用的是整支的三黄鸡 配的有玉米 土豆 莲菜 口味呢 深得附近的食客和居民的喜爱 老土这接下来该去后厨打探鱼的甜味 到底哪来的了吧 那是必须的 吃肉就得这么吃 六合一 能合不能 合一 这么吃 能吃出味道吗 这羊肉压磨八块 我这羊肉压磨至少啊三十 美食大菜瓶 一家玉东来的卤肉馆 吸引的可不止有男疼吧 就吃肉 就是大口吃肉那种感觉 就很满足 差不多咱有十个人都在说这个甜味 鱼里面是放柳糖还是放柳其他的东西 说实话 就是这个就是微微的点那么点 它为了提个咸 还可以就是整颜的口感 还有这另外我自己配的有一种料 转门盐鱼的料 它也可以提出来一点点这个 咸味 对对对对 这个本身咱家酸菜鱼 其实不是做的那种传统的就是酸辣咸的那种口味 对对对对 它就整体的盐味和风味都稍微降低了一点 对对 改进了一下 咱里面还能喝糖 然后下面还是一句 咱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收过底费 这点可能在同行里边会得罪人 下点稍微有点降低一点 对对对 因为大众消费嘛 所以这有可能是第三把刷子 您到底熬走了多少个邻居了 又算了没 这个没算过 反正最长的就是我 最长的就是你 明白你看高群上的回来 我不说别人 不就是我在这六年了 我都动都没动 原来鱼真的有甜味 原因是少许的糖和老板秘制的大料 既然这样 咱就来一份大家推荐比较多的酸菜鱼品尝一下 替大家拿拿味道 就是它吃完之后 第一口您能感觉到能找到 有那么一点点鲜甜的感觉 紧接着紧接着的味道就是那个辣味 它的辣味其实还是比较足的 是能吃得到那种辣味 但不是就是我们想象当中那种直辣 它应该都是像这种小米辣呀 就这就这么几颗三三两两了 提起来一丁点辣味就全靠它了 鱼肉也有味儿鱼汤也有味儿 但是更多了还是它那个酸甜辣的味道 是比较明显的 鱼肉本身我觉得这个口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它嚼在嘴里的口感是很好的 倒说不上脆 但是我觉得是能吃出一点Q弹的感觉的 比较筋道这个鱼肉 不知道是不是在后熟的时候 就聊聊这个甜味 我们这个是不是糖放得有点猛啊 这个甜味越吃越明显 越吃越能吃得到 汤底的这个味道层次 其实和这个鱼是比较接近的 就是它的甜微甜啊微甜 其实是以酸辣为主的 然后伴随着一点微甜的感觉 这锅汤可以喝 因为它盐味不是特别重 酸菜还是比较嫩的 不是说那种特别老的感觉 鱼现在挺新鲜的 吃着弹弹的也很筋道 品质是没得说呀 打个8点5分 鱼肉和汤的口味呢 是后味带着一点点的甜味 也很鲜 没啥腥味 给个7打8分 完了有话咱门口说 今天来这地方啊 咋说呢 就是这家店 它确实有那么两把刷子 它主打的就是这个酸菜鱼 和它的炒鸡是两样 我们今天主要是吃了 大家推荐比较多的酸菜鱼 我觉得从味道上来说的话 它属于比较清淡型的 但是是有味的 有味的酸菜鱼 我觉得味道和口感还可以 然后呢 现在这个时间 大概是将近10点左右 但是后面的人气 依旧很高 人气也加了不少分 因此呢 我觉得这家店 如果最终平成绩的话 可以给到7.7分的成绩 你会给大家多长一个 云海的东西 最终平成绩 比较重 ORTUNE 汽舌 美食大作品 尝尝重不熟 今天明显出门有点早 天还没黑呢 所以说今天肯定不是个店 湯 蛋口 蛋口 吃啥 咱俩都出来了香 能吃啊 肉 我给你说嘛 其它那有机看的人 反正那就用人 反正这个东西才是玉冬那边的 玉冬的 玉冬的肉 对 玉冬的肉 没错 听说都是当天现做的 下班点都是排队来买 这可以啊 那咱们一起看看去 这点肉好多呀 这儿肉 纳肉 中间有个大肚肉 你们玉冬的股肉 对 玉冬股肉 这种东西从外观好 没什么区别吧 这种东西 还分说玉冬育西 玉南 玉北吗 他家伙子咋样 非常好 经常买 这猪皮回去直接吃还是要加工加工 可以炒 可以直接凉拌就行 凉拌也行 是吧 对 这家其实肉的品种很多 最关键你知道吗 对 我就想说有一样是 纳肉汤里很少见的 就是这东西 哇 真是排骨啊 因为咱市面纳肉汤就没卖排骨 大家都觉得这种东西 不该出现在纳肉汤里 想不到它 原来想不到 又是哪家 尝尝 牛排 又是尝尝呗 不是 不是 这是我都现场带货了 是吧 真好吃啊 这都是一锅出的 是吧 对 对 一锅卤 哦 这味道其实都是一样的 哦 香的 常买的这家啥 猪蹄 小孩吃的 哪家猪蹄按个儿卖它 按筋卖的 按筋卖的 三十五一斤 三十五一斤 这家猪蹄是比较软烂的 还比较筋道的口感 比较软烂的 软烂的鞋 也满猪蹄 主题是猪头肉 哦 品种多 大家喜好的也各不相同 猪头肉 猪蹄 算是采访的时候 大家说的最多的 毕竟这都是咱们男同胞的爱好范围啊 所以呢 这么多品种 我就有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比如 加烧饼啊 肥瘦是6块钱 猪头肉是8块钱 猪头肉不是肥瘦的吗 他不是 他加肉夹馍 那个肉肯定不是猪头肉 说的是肉夹馍可以 后面这叔叔还一直在打听 那家啥好吃 啥好吃 别偷回买 大肠好吃 大肠好吃 你上去都给我怼个最贵的 大肠在八十万一斤嘛 八十五一斤 最好长头去油的 不带油 长头是吧 对 最好长头不带油的 咱不加猪头肉 咱就加拍骨 稍微夹排骨 排骨把那骨头给拆了 然后咱剁肉 然后夹大肠 奢侈 就丫头的奢侈 夹排骨从来没敢想过 你知道吗 耳朵 耳朵 脆比较脆香 然后脆香一些 耳朵夹在小饼里面 那为什么脆香 脆香 夹大肠多好吃 夹大肠多好吃 你这我去 排骨 打仗 猪头肉 来这排队 清一色男士 把人都喝二两 这都是没喝的 二两二两 喝二两能吃半斤肉啊 不是 你买这么多斤 晚上自己吃吗 就是一块很有吃 吃的肉香味 特别这个护心肉特别好 带着筋膜 护心肉是不是也适合加烧骨 对 加烧骨也好吃 你就迷上烧骨 完全就无恙弄进来 猪里边咋卖的 75一斤 75一斤 你不好吃大肠 好吃 好吃 你咋好吃 香 有筋骨 有筋头 有筋头 好吃 这玩意能夹烧饼吗 能啊 你这啥都夹烧饼 我不是跟你准备了 你这玩意那么硬 你都带骨头怎么夹 戏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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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劈 让个手势 太奢侈了 太奢侈了 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烧饼能夹得了这四五样东西吗 那就得看老板的手艺了 不过我们仔细看了一下 人家的肉关来光光之后 这完全就是原色呀 哎呀 这个等一管 它这个颜色 对 这才看出肉的本色 不像颜色的 因为刚刚看的还有点那个发红的一种酱色 这基本上肉本色都很浅 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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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毛病 虽然颜色很淡 可毕竟这么大一锅卤肉 人家老板说了 这一天 怎么一点弄上两锅才算行 哇 你这个鱼骨的效果 你干干净净的啊 这老板说的 为了他家这个家族的肉 时候又越贵越贵 快要是人工的 他要自己进口去拆这玩意儿 这个玉冬是哪个玉冬 周口陆椅的 离伯州大概十公里 这都是讲专老汤啊 你那锅汤用多久啊 这锅汤大概晚上在郑州已经 从老家带过来 在郑州已经两年多了 老家的生意时间 我原来的老家那个店 已经做了大概三四年了 前前后后也做了不少年月 观看肉色是相当的润的 香味足 闻起来呢也没有过度的料味 品质上看呢 珍惜是没啥毛病 给个八分不为过 现在快六点半了 换场了 上半场男士 下半场女士 最大的爱好就是吃肉 可以可以 女人爱好跟我一样 我也是 是不是 就吃肉 就是大口吃肉那种感觉 就很满足 工作一天 特别累的时候 然后晚上就 就喜欢再来他们家 然后买点肉回家 然后跟家里边人 一块吃呀 说说呀 然后就觉得一天的疲惫 都没有了 哎呦 这真爱吃肉的 吃肉那种幸福感 不肥不腻吧 是 入口即化的那种肥 就是那种肉质 然后瘦肉也不柴 再加一个种 六合一 六合一 吃肉的欢愉啊 真的是很难以形容 闲暇之余和家人小聚 自然也是相当惬意 但是比如说像咱们这种 上班拍测评节目 那就必须来点狠活了 比如说 要个肠头 要个排骨 切个脚尖 去个骨头 然后要个猪尾巴 三个了 要个红心肉 加点红心肉 四个了 再切一小点肘子 五个 刚才不是说六个 咱俩点说说的 六合一 能合不能 五合一 六个饼吗 一个 一个饼 老板有一个一样 老板那眼神就觉得我要发了 老板这样老板 你快点这样 你终于是个大户了 他以为是六样的 一定要加一个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咱今天怎么着 今天带你去吃一个新加均超高的东西 肉饮也让你过 碳水也让你过 吃个饺子 今天这样美食吧 可以称为河南版的囊包肉 肉和碳水都有 全棋是吧 那还登啥 坐坐坐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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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是第二次 有缘的 第二次了 第二次有缘的 上一次是 上一次 我是台湾也是的 你坐我的车 哦 师傅辛苦 师傅辛苦 我当时应该是给了好评的 很有缘的 哎呦 这真的是很有缘 咱都是我们约车师傅吗 差不多 差不多 哎呦 我跟你讲 今天全大找到地了跟你讲 师傅们嘴巴都叼得很 哈哈哈哈 他们跑得很寻啊 然后哪有啥好吃 他们全知道 这俩就从北方过来 待40分钟吧 哥 差不多 差不多吧 这个是西角过来 就这个进 天刚黑 门口就已经坐满了时刻 而且有的还是跑了40多分钟 专门来这吃的 诱惑力这么大 究竟吃的啥 就是快吃完了 每个人都一堆骨头了 一堆骨头 那是不是说明它挺利骨的还 对对对 是麻辣 可以点五香 我觉得味道可能选 我们没有选 我觉得选了个微辣 吃饭不辣不欢 有点辣的话 开胃吃着舒服 舒服 有胃口 那是烙饼吗 它这是饼盖鸡 就是鸡的上面放了一层饼 它就是盖的就像个山一样 感觉有那种以前在洛亚 销肉那种的感觉 就是阿姨给老的那个发面冰那种感觉 对对对 河南人都喜欢吃面食 对 这个上面盖饼我是比较喜欢 非常喜欢 要说这肥哥看到饼简直是两眼放光 肉都顾不上了 没错 我们今天打探的 其实有点类似于囊包肉 不过在这里是用烙饼打配炒鸡 冰挺软的 特别是周年 它是外脚离俗那种 这个冰烙鸡 对对 这是有点 里面挺软的 外面是有点脆 应该蘸鸡吃 蘸鸡还没蘸呢 一边尝尝 还没蘸 都快美了 还没蘸了 不是好吃吗 把冰吃 没有蘸 就直接吃了 没有蘸 那多亏啊 其实你应该尝尝 你别这样来 拿个筷子 就要着急是吧 别别别 不合适 其实我感觉挺合适的 没啥不合适了是吧 没啥不合适了是吧 对 这河南人有啥不合适了 到那都猪 这才对嘛 我说这家假个冰柴一丝 不想吃肉是吧 对对对 你先尝一个 先尝一口啊 尝一口 别吃多了 吃多了一会儿 你赏钱了 我来卖单来 哦 它一口这个汁 确实物质不错的 这还只是蘸了一下 对 还不是说 在里边 再按两下 一直你按着湯吸以后更热 嗯 乳味咋样 这你都尝了 你这个味道 我又没吃到肉是吧 哦 你自己来一块肉 哎 这个是我的食物 你知道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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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乳味咋样 应该是千辛柚 乳 应该是 我吃这个肉 特别的那样 就是一吸 肉就掉下来了 特别是这个肉 特别软 不能说乳口鸡化吧 也是那种 很像乳味 很像乳味了 对对对 不像有些超级 看上去很大一块肉 叫到嘴里边 叫不动那种感觉 就是你养之前 咱去别的地方吃大块鸡 对 或者超级 有可能 夹一块肉 吃一口了之后 再蘸一样子 哎对对对 再吃 这个完全不需要 您知道它肉是啥鸡子呀 一年是个菜鸡 菜鸡 它弄 这是入味吗 这个东西估计有可能啊 吃人家的商业集迷 咱肯定都不知道 才是才不出来了 才是才不出来 咱这样吃到好吃 有社会 咱就经常烂 这里美国都是先炒的 先用密制的酱料翻炒上色 然后再放入沙包里炖煮 收汁让它更软烂入味 另外上面有一层门子 蚊子 对 别的地方估计很少有这种打 你不用估计 就是没见过 我是第一次 有蚊子有冰 鸡肉上边打蚊子 蚊子上边再盖个冰 对 这个非常符合河南人的口味 非常低的 焦到最里边 入口计化了 又紧倒 非常推荐这个 他们人电话也要先开了 等候过来走到这了 感觉人挺多的 到来上去 一趟以后就顶点饭店 这个朋友给他喝点小啤酒 喝点小啤酒 然后吃个小法面冰 是吧 那辣吧 来导演 喝过没 这个 喝过呀 喝过吧 喝出咋样啊 这可以啊 喝出还可以啊 喝这个还可以 都是肥肠糕了 都是肥肠糕了 一个是最屌 一个是说话很精神 看这表 是吗 哎呀 跟着香香美食 咱们的主持人答看 美食就有机会获得 由中国酿酒大师精酿的 金星一九八二 原浆啤酒 来 喧儿一个 哈哈哈哈 小啤酒 炒鸡分为大中小份 其中中份和大份 都是一整只鸡 价格是六十八元和八十八元 小份则是四十八元 有一斤半左右的量 好了 这个先炒鸡 咱就直接来尝尝味 怎么样 导演说了嘛 咱河南般的那个嚼啥鸭 囊毛肉是吧 就这个烙鸡 你沾上汁之后 真的吃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个发面饼本身就很蓬松 然后呢 再吸饱了汤汁之后 特别符合咱河南的口啊 既有面香味又有 这些汤汁的味道 这个鸡肉整奖来讲 确实是算是那种 比较软辣 而且肉呢 确实比较透一些 但是呢 你吃的时候还有一些 那个咬劲在酱香味打底 然后呢 搭配上那种 微微的麻 微微的辣 其实那个麻辣味难捏的 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而且里边 还有焖子 是吧 导演 炒鸡里面搭焖子的话 这应该是头一回劲 嗯 属于那种 筋筋的 糯糯的 软软的 其实口感上 味道上都是不错的 鸡肉软然如味 里面搭配焖子的吃法 也很少见 吸收了汤汁之后 口感筋筋糯糯 给个好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了 吃完之后有话门口说 首先来讲 他们家这个炒鸡整奖来讲 搭配还是比较 有自己的想法的 比如说家里有这个焖子在 焖子的话呢 吃起来软软的 筋筋的 也是比较稀味的 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这个发面饼盖在上面 这样的话 待会吃的时候再沾着汤汁吃 感觉会很河南的那种口感和味道 从它的鸡子本身来讲的话 我觉得用的是这个鲜鸡子 吃起来口感也是比较鲜一些的 而且这种酱香味 再搭配上微微的麻和微微的辣 吃起来味道还是比较足的 所以整体上呢 本来算是可以给到一个3.8颗心 欢迎收看乡美食小乐 美食大测评 畅畅畅畅 eighth 肯定种 今天吃点什么呀 炸凉窝窝窝头 种个下呀这种 上来就大半夜了 咱能不能不吃个炸凉窝窝头 一不种 是个肚肉好吃 抹蘸酱 抹蘸酱好吃 还有一道深迷的菜 正如是很少见 很少见 对 是肉不是 有肉 有肉都种美食大测评 咱们去尝尝去 这家店门口已经坐满了人 人来人往的非常热闹 人气不错 八分环境一半七点五分 门头上写着的是会面老店 那么导演说的杂粮窝窝头 又是一个什么吃法呢 杂粮咸炒鸡 杂粮咸炒鸡 小馒头吗这是 你得溜一个 要不你尝尝 解释 真是溜了一个 还滴着汁了 它这个汁好像很浓郁的感觉 是 非常好吃 这是杂粮 杂粮窝窝头 来点凉见了 每次过来都要煎这个东西 全是一个杜特的口味 别说还可以 确实可以 确实可以 要不老客户 老客户 新鲜的鸡色 自己下火炒出来 非常嫩 酱香味比较浓一点 一圈都是窝窝头 一圈都是窝窝头 这六十八一份 十分能给一个几分 九分吧 可以 可以 新鲜的确不错 对 配着这炸过的这种杂粮小窝窝头 对对对 它比较吸汁 对 平时我们吃的大部分都是杂粮窝窝头配炒菜 窝窝头配炒鸡还是挺稀罕的 食客们吃的都是赞不绝口 接下来这位大哥又给我们介绍了一道更好吃的美食 看过它一个扫口还非常不错 一斤 一盘 不论斤 你给我形容形容 我没见过 哈哈哈哈 他光比划 这到底是多大的盘啊 那个盘不小 盘不小是吧 他们家有一个盘里面放的肉 我没吃过 您见过放到盘里出来的什么烧烤 没有 它这个烤烤挺好的 你主要传统这种穿签的是吧 问了几桌都说没吃过 让小乐是越来越好奇了 难道这就是导演说的神秘的美食吗 这个就是他家那个成盘上来的肉吗 对对对 这是他家的特色菜 这个 这个叫啥菜啊这个 这叫羊肉烤盘 羊肉烤盘 对 就是一颠上来就一盘 对 羊肉是论斤的 8块斤 羊肉论斤的 这不就是一般的烤羊肉吗 无非就是一个穿筒串 一个放盘子里 能有什么区别吗 那比羊肉嫩呢 羊肉是铲好提前铲好 这是现切的 这是现切的 对 那比如说它烤的时候会嫩一点 看起来你比我们还带汉了 好 你是不是那个想想美食那个食品帅的帅子就是吗 香的 香的 是 是 就是我应该跟这羊肉一样都很嫩吧 今天那小虾肉 八卦自己 八卦自己 它这个肉来说的话吃的口感真的很嫩吗 是的 确实很乳味 给你那一个筷子你尝一下 让我看是它嫩还是我嫩是吧 它切的是薄肉片 羊串来说应该来说的话就肉粒那种 对 这个比较熟味 是烤出来的 不是炸出来的 烤出来的 这吧烤出来 它肉本身是撒了很多料 里面是很嫩的那种感觉 确实是外焦里嫩 羊串烤不到这种成果 就是嫩 真是嫩 嫩嫩给你呀 二十熟的时候我们都开始吃 就是一种烤盘嘛 对 二十几年都快三十了 你二十快三十了 我觉得您快三十了应该差不多 我也就五十多了 我也就五十多了 不可能不可能 真的真的 您是他家烤盘羊肉的代言人吧 这我们可以烤不来这味了 这么闷了 您别说 这是今天晚上最嫩的 应该就是这烤盘羊肉了 我们都不行了 应该就是这烤盘羊肉了 你还可以 你还可以 我回回锅也还行 你说羊肉 想亚没死的帅哥 肖子记住你了 肖子 谢谢 我多看他这节目真的 是吧 对 因为大嘴帅 有目共睹 先把羊肉切成片 放在铁夹子上上火烤 然后放一些自然和其他调料 色泽瞬间变得鲜艳透亮 让人充满食欲 最后再放上一些洋葱 青辣椒和烤饼 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这把肉八十一斤 猛一斤觉得价格上还行 但是现在很多这个质面上的价格 先切的这种羊肉 基本上带60一斤65一斤 他这里面多了一些配菜 咱们是烤饼 然后青椒洋葱 这个来说就是整个味会提起来的 这个跟我们平常吃那种炸的不一样 炸的可能说你这个带口感来说有点油腻 而且你看这个 就是他这烤过羊肉的话 他不会低油 他的油脂不是很多 我觉得整体他家这个大盘的烤鸟肉 有一刻意 就是老板特别舍得撒料 自然料 再加上那个辣椒面 他下的是比较足的 吃这个羊串 他不用再一串一串去 缩着吃了 这个基本上就是属于咱们说的 刀着吃 如果你觉得吃羊肉 稍微过了而引了 需要立立口的 他给你搭配这些青椒啊 洋葱啊 就是咱们说这配菜 也还是行的 就是搭配起来吃吧 羊肉鲜嫩多汁 不腥不山 孜然味足 配上洋葱和青辣椒 吃起来肥而不腻 味道爽口 八十块钱一斤的价格 稍微有点贵了 七点八分 就有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 这个起名字很关键啊 砸两炒鸡的意思就是 旁边放着砸两窝窝桶 中间放着炒鸡子 不过分量还是比较足的 我觉得六十八块钱 这个他家用的是鸡腿肉啊 鲜鸡腿肉 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就是说价格比较便宜 第二个肉比较好啃 我觉得从你口味上来说的话 属于酱香味啊 当然它家属于 比较舍得放料了 比如那辣椒 花椒 麻椒 鲜汁炒鸡的感觉 它的确靠浸润 这汤汁出味了 你看 它里面是比较吸汁的 然后再蘸蘸汁吃 这道菜啊 我觉得比较突出的 还真是这砸凉窝窝头 就蘸着这汁水吃啊 它是一磕色 炒鸡用的是三黄鸡纯鸡腿肉 油锅烧热之后 先放糖上色 然后放入鸡肉大火煸炒 加水 然后再放入店家的秘制调料 炖上二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鸡肉软烂 麻麻辣辣的 厚味饭甜 配上炸酷的杂粮窝窝头 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一份68块钱 三斤三两的鸡肉 还是挺实惠的 7点8分 满口招商商 两句大实话 我们先给人气打个分啊 我觉得大家人气还是不错的 八九点钟 还是做了满满堂堂的感觉 我觉得人气上 是能给到一个八分的啊 价格上来说啊 80块钱一盘的鲜烤羊肉 价格虽然不便宜 但是味道还可以啊 它家属于突出那种 我们说自然风味的那种调料味啊 料洒了比较多 但是羊肉也是比较鲜美的 关键是切成肉片的这个羊肉啊 它整个来说的话 是的确很鲜嫩的 它跟羊串的感觉不一样 起码这口感上 它更鲜嫩一点啊 至于这杂粮窝窝头的事啊 我觉得蘸着这炒鸡的汁啊 的确是味道不错的 但是你要说香啊 还是这一盘的烤肉更香一点啊 整体来说这家店 我觉得能给到一个7点8分 3个月的烤肉 二十三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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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